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王伟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心灵华元的节目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室依然有我们的顾师傅 顾师傅 您好 阿弥陀佛 王伟 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阿弥陀佛 师傅 大家知道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分享了 在这个跟菲地世界做了一个专辑 就分享到我们上一次回到台湾去参加这个大合唱 好像意犹未尽 当听播那歌曲的时候就把我们又带回到那个时空里面了 一直好像鱼音缭绕 我到现在还是会哼着哼着 好像整天这些还是会在 真的是鱼音缭绕 其实这是回去中本山的 让我一个可能跟等一下师傅要跟我们上课的这个题目有关系 就是我们平常在家里很习惯我们的衣食住行 可是当回到中本山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觉得说有哪一些的规矩呢 我们可能忘记了 就回山上的时候多多少少就会再把它重新复习一遍 所以今天的这个与名相对话 就是讲这个四威夷 我们讲四大威夷 就是行住坐卧 在这四方面我们讲 这个行如风 利如松 坐如钟 卧如宫 其实就讲一个人的这个应对 进退 很得宜 就一个人显得很 我们讲有威夷 就是也可以受到人家的尊重 你讲的话也能够有说服力 那么所以一个人的身教好 它其实影响可能是 除了是说身边的人 包含你工作各方面都会有帮助 家人 对 好 那我们就赶快请师傅来带我们来上课 空中佛学院 各位空中佛学院的听众 菩萨大家吉祥 在今天与名相对话这个单元 要跟大家介绍一个 跟我们日常生活很有关系的 一个个人形仪的名相 叫做四威夷 那么特别选这个名相呢 是因为我知道 现在在我们这个人间学院的佛学班 像妙目法师 还有儒中法师呢 正在跟大家上这堂课 叫做学佛行仪 那么几乎在每一年 这个开课 尤其是刚开学 那么都会特别要强调一下 就是帮大家加强一下 这个威仪 就是佛们的行仪 当一个人行仪很端正 就是庄重 他其实有一种 就是一种威德 或者威严 他可以设受人 让人家不敢对他倾慢 那其一种尊重的 这种 叫回应 所以这种 因为自己的行仪很端正 产生的一种设受力 就叫威仪 那么有很多人 就是看到佛光山的法师 有的时候会主动的就说 虽然不认识 但是请问你是佛光山的法师吗 那么我们最早被人家 这样子问的时候呢 都会觉得很奇怪 就说我们脸上有写着 我是佛光山的法师吗 为什么人家看到 都会这样子说 这样问呢 那么我们后来归纳下来 大约是说 因为在佛光山的法师 都必须要经过佛学院的 这种养成教育 那么不管是佛法 或者是说一个人的行仪 由内而外 这样流露出来的 那么都有一种比较 就让人感觉说 原来出家人的行仪是这样 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 说虽然不认识 可是看到了都可以知道 是佛光山的法师 那么这个可以讲 就是一种威仪的流露 一般我们日常生活中 并不是说只有出家人要威仪 其实我想我们听众朋友们 即使是在家居士 那么你一样你的行为端正 这个言行举止呢 都是很稳重 那么一样可以得到人家的尊重 那在一般我们讲 那在一般我们讲 其实威仪呢 它展现在四个方面 叫做行柱坐卧 行如风 坐坐如松 这个柱就是站立 立如松 就我们讲行柱坐卧 那么到卧呢 说卧如宫 这四大威仪 那么就是这个我介绍之前 我想先举一般人 会有有些人 会有一些不是那么好的观念 他会觉得说 哎呀都都学佛了 就不要那么执着 好像在这个表象啊 行为上还要那么拘束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不是 这叫拘束或者执着的问题 真正一个有学佛 把佛陀的这种教法 能够灵纳于心的人 他其实很自然 就会流露于外 那么所以越是学佛的人 他越自在 越自在呢 也不失威仪 比如说我们看佛陀 那么或者说 我们在教界 许多的长老大德 其实他们照说 到很年长了 其实他们也可以不拘行仪 可是呢 他们的威仪 已经都是自然流露了 那么所以 就好像我举例子来讲 在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中 那么大家知道 智慧第一 常常代替佛陀去说法的 那是设立佛尊者 十大弟子中 智慧第一 设立佛尊者 那么像他智慧这么高的人 他在还没有 就是进入佛陀的身团 跟随佛陀出家以前 其实他在这个当时 在外面呢 已经都是很有名的老师 很多人跟着他学习了 那他也很苦于说 他的好像学习 已经到了没有老师 可以指导他的这种地步 那但是像他这样智慧高的人 他是怎么样被射受来出家的呢 跟随佛陀的呢 其实呢 他是在外面 看到有一位佛陀的弟子 当然他当时还不知道 他是佛陀弟子 那么就是一位修行人 那么在外面脱波 他就看到他的那种 就是那种举止 庄严稳重 那种威夷具足 他很射受 所以就上前问他 说你的老师是谁 为什么你显得这么样的安详 这么样的庄严呢 那你的老师都是教你什么呢 那其实当时这位 这个沙门比丘呢 他叫马圣比丘 他是佛陀的弟子 他就说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 就是说 我的老师是佛陀 他常常教导我们 因缘 缘生缘灭的这个真理 那所以当时设立佛尊者呢 可以讲 他这么有智慧的人 他得度的因缘 其实是因为被马圣比丘的 庄严威夷所射受的 那么所以并不是直接由法进入 而是由威夷得度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讲说 当我们一个人 你说你学佛再多 你告诉别人佛法有多好 但是如果你的行仪可以更好的话 我想那个更有射受力 更有说服力 所以讲回来呢 我们讲四大位移 行住坐卧 刚刚我提到行如风 就是说 当一个人他很有位移的时候 他走路就像和风吹拂 让人家觉得好像春风话雨的 这样子的一种感受 那这个行住坐卧的住 住就是站立 立就站定下来的意思 立如松 就好像这个屹立不摇的 就是很笔直的一颗老松 挺拔的站在那里 立如松 不会说有的人像 有的人一站下来 或者弯腰驼背 或者说以墙靠背 那总是一个人如果站下来 如果讲的比较不客气一点 有的人说所谓的站 没有站向 坐没有坐向 真的你说你佛法懂得再多 其实要起说服力 还是有困难的 那么这个是讲说站下来 像松树这样 毅立不动摇 立如松 那坐如中呢 我们讲所谓像一口中 各位也许看过这个 寺院里头这种扣的这种扣钟 就敲钟的大钟 像一口钟 那其实这个动作是形容 我们打坐的时候 这个两脚一盘端坐在那里 就像一口大钟 稳稳地坐在那里 所以坐下来其实 我们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说 坐下来如果你越是弯腰 尤其现在有些人他打电脑 滑手机 常常是整个鞋靠 就斜坐在椅子上 久了真的对脊椎不好 脊椎如果不正的话 其实人也容易疲倦 都影响身体的这些健康的情况的 所以能够坐得正 其实对身体健康是好的 那最后呢 讲这个握如弓 握是睡握下来 躺下来 那佛陀教导我们 躺下来的时候呢 是右斜而握 就右侧 躺下来 右侧而握 叫吉祥握 那这样子的睡握法 就睡觉的时候 就是说你的这个身体很安稳 而且因为我们的心脏在左边 那你右侧 你就不会压迫到心脏 这个人就比较可以放松 也舒坦 那如果说趴着睡啊 或者四氧八叉 斩转翻转这样 其实睡得不安稳 也这个身体也不能够放松 所以右侧而握 然后他全身放松 呈自然状态 其实是脚呢 是微微弯曲 就像一把弓箭一样的 弓弯的弓 所以叫握如弓 是可以睡得很放松 很安稳的 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这个就是佛门的行仪 叫四微仪 在走路的时候行如风 这个站定的时候 例如说 坐下来的时候呢 这个很稳的 这样坐如钟 躺下来呢 向弓全身放轻松的 这样状态 叫握如弓 那么如果各位 想学得更多的话 那我建议大家 还是要去佛学班听课 那么可以学习更多的 佛门的一些礼仪 一些行仪 大家一起来学习 也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师傅 再次给我们上这个课 希望我家的威仪 能够越来越好 已经是的了 好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心灵花园 不要走开哦 欢迎各位听的朋友 再次回到我们的心灵花园 现在直播室呢 依然有我王伟 还有我们的顾师傅 师傅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现在广告回来的时候 要做得端正一点 就像我们今天呢 刚好之前呢 在这个佛堂的滴水坊呢 也享用了这个美食呢 我们滴水坊 从开始到现在才几天嘛 重新开张嘛 师傅 对不对 所以可以算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佛光世界的一个重大的新闻 是吗 这个想起来 我还是要跟这个听众朋友们 要说抱歉嘛 或者说报备一下 就是说之前 本来是因为它这个地板 经过已经都十几年 二十年 那有一些都没换过嘛 就是下雪过后 真的不太好 要处理 那我就也因应说 有一些 这个我们的义工也好 或者是说 这个老信徒啊 都说 很喜欢以前滴水坊 有一排的书架 也可以看书 有书香 那我也听到说 在我们这个左右邻居啊 因为都是一些 这个公司行好的 我们的邻居来 来吃面 那他们也讲说 我们比较喜欢你们以前很 让我们来很疏压 就是说他们工作压力很大 那要来感觉到那种 那种很宁静的气氛 但是呢 他们就讲说最近就是 就这两年了 都是排队排队排队 我们也很紧张 他们还是很喜欢我们一碗面 但综合各方面的这些意见啊 我就好吧 那就把它整理 那其实整理是把它恢复以前的样子了 就是把那个书架再摆回去 我们一直都保留的 那书架也摆回去了 那那个有一幅荷花土 或者莲花 也就是重新 因为那个是现场画的 对 这前面本来是有一层板遮住 再把它拿开 就恢复以前的样子 对 其实师傅在提到这个以前呢 也让我想到说 我记得 地水坊刚刚开始出书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是给我们义工朋友们呢 会有一个想要静静看书 或者可以跟师傅 或者师兄师姐呢 在交流这个佛法的一个地方 其实它是应该是属于一个非常安静 然后又同时间又可以 享用这个所谓的素食美食的地方 是本来是这样 但地方不够 那么受欢迎 就这个真的 我真是 我都很希望把一些问题可以处理好 但这个地方我就没有那种神通 把它变大一点 我们也希望变大一点 那我看着义工也辛苦了 所以我想 如果我采用这个for members 就是会员制 那么你真的是我们的朋友 你就 比如说你写这个一个会员的申请 就是地水坊 地水坊的会员 因为我看外面 比如说 我们去买书 书局也有会员 我们也要申请 没错 我们去一些地方像比如什么 Costco什么 对Costco 你也要 也要办会员 没错 那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去帮皇家博物馆 去举行一个仪式的祝福 一个礼战 那他们的负责人请我们吃饭 因为他是会员 他可以带我们去 我们不是会员 自己不能去 我就累积这些经验 然后我想我们也可以这样子 对 那所以就就是采用了这个会员制 那大家可能第一次要填写 之后就不用 那如果你本来就是佛光会员 对 或者是你是我们佛光山的义工 就你有佛光会的会员证 跟我们的义工证 是不用办的 就直接拿会员证来 跟义工证 直接就买赞助券就可以了 那只有说你都不是 但是你是我们的老朋友 那也很喜欢我们滴水访 那你就写一个入会申请 就加入滴水访的会员 像我今天白天来的时候 我也看到有很多的人 不管是我们华人也好 还有外国朋友也好 他们也都在填这个 申请这个member的表格 我大部分我这样这几天听下来 好像说大家都觉得很自然 应该的应该这样 我就觉得大家还是很体谅 就很感谢的 那当然很可爱 那个邻居 他们都是利用中午 一个小时吃饭时间 就跑过来 他们就说 哇现在真的很好 但是呢 他们好可爱 他们讲说 两个月后一样要排队 OK 他先给师傅预告一下就对了 所以他们 如果 如果你觉得这个 我们今天佛光世界 我们也没有去讲 这个中本上的新闻 就像大师现在在 大陆弘法 我们也还没有提到 那你把滴水访 列入是一个重要的新闻 对 那么 也是因为停了一个多月 没错 一直做整理 那同时我也 借这个机会在培训义工 那还有因为我接触到一些花草茶 很好 那么这一次就在menu上面 就特别增加了这一些 所以都需要一些培训 认识这些 其实我在这边 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想要来加入会员 或是要来尝试一下 我们这个滴水访的一些 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 大家从每一个细节 就可以知道我们的顾师傅 还有我们的顾师傅 他们的用心在哪里了 这个不要再推广了 不要再推广了 我们的滴水访的主任 安娜师傅 她很怕我们去推广 她就说够了够了 够了够了 可以可以 不过其实让我觉得 比较感动的地方是 其实师傅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 有来过滴水访都知道 其实在帮我们所有 大众朋友们服务的 这一些师傅师傅们 其实他们都是义工性质 义工 所以其实因为我本身也是跟餐饮业有关系的 我也常去过很多的场合 那我基本上我认为说 今天不管是你在外面的餐厅 或者像我们的滴水访也好 尤其是我们滴水访的师傅师傅们 更是很难得 他们用他们的时间来为我们服务 其实我希望就是说我自己本身看到他们的时候 都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为我们在做这个服务 所以我在这边也要趁这个节目的空间 再次要非常感谢所有在滴水访付出 不管是在厨房还是在前面 他们所为我们服务的这些师傅师傅们 真的是很谢谢 不过我就提一下因为这次的这个menu 像我们的威尔森 其实他是协会的副会长 他为了做这些不止menu 所有的这些文学美工 都是他这次一手把它承担下来 在这么短时间内 那么他做到最后那个menu 因为那个花草茶 我一直要查那个中英文名称等等 也跟台湾的老师的联络 后来通宵把它做出来 哇 纯手工 纯手工 完全 那有很多人赞叹说 这个设计很美 那么总是就很多人的用心 都在这里一并致谢 那另外我也要提一下 其实滴水访 为什么叫滴水访 当然这个滴水 两个字就来自于滴水之恩 有权以报 但这个概念是来自于说 大师他12岁出家 那么之后 在他17岁的时候呢 就是患了这个瘧疾 那么这种疾病是冷热交间 很辛苦 我听师傅讲说 这死去活来这样 就是很难受就对 那没有医药 没有营养 那时候很物质很缺乏 那么师傅当时还觉得说 自己恐怕是就像有些人都往生了 恐怕自己活不成了这一次 但后来就因为师公自开上人 就要适者送了半碗咸菜给师傅 如果以我们今天讲半碗咸菜那怎么样 可是师傅在那个年代是什么菜都没有 但不管怎么样 这半碗咸菜都代表着师公对他的关心 所以就因为说 当时师傅说 师傅的师傅就是我的师公 就说 师傅送来半碗咸菜 对我的关心 我真的 这种持恩持得我无以为报 我只有真的弘扬佛教广度众生 我将我的身心奉献给佛教 我才能够来报答师傅的恩德这样子 所以就是师傅那种报恩的这种精神 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滴水坊的名称 就来自于这个典故 也来自于师傅的这种感恩的心 所以滴水之恩永全以报 那希望也有这样一个地方 让大家一边品名或者吃面 然后可以谈心论道 所以并说在佛光山的世界各个地方 如果有这种设施的话 都是叫滴水坊 就是这样子游来的 是 所以希望给大家有一个沉淀心灵的一个地方 那也希望说 记者说回到滴水坊来 因为不要忘记 旁边那一排书架是特别 位置怎么不够 那一排书架都回来了 所有的这些法宝 就书籍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筛选 就是比轻松一点的 那么你可以一边品名 一边就手捧一本书 很relax这样子 所以那个书本是可以自己去取阅来阅读的 就是要给大家可以看的 真的很高兴 不过今天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讲书我一定要提一下 下个星期天 5月3号下午2点钟 就是特别为我们读书会 来推荐所有的可以阅读的教材 太好了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知道更多有关于我们最近的活动消息的话 非常欢迎您打电话到我们的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者您可以上网来查询 我们的网址是三个w.fgs.ca 再次感谢顾师傅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又觉得感觉肚子饿了 好我们第一次房间 好 感谢佛光文教 如是我闻 音乐提供 感谢佛光文教